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一同的敬拜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真言书第五章 真言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二十三节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 真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儿听我聪明的言词 我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全保存知识 因为淫妇的嘴地下封密,他的口比油更滑 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又是所罗门在劝他的儿子 我们知道真言大部分就是所罗门写的 主要是对他的儿子,对他孩子们的劝勉 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嘱咐他的儿子要单单听从他 就是单单听从所罗门,不要听从淫妇 因为淫妇口中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甜如蜜这样 但是最后会变成什么呢?苦如阴沉 这个叫做先甜后苦 这个叫做谈依毒药 这个叫做笑里缠刀 所以你要小心 看来我的中文没有还给老师 我在SPN的时候,我的老师看好我 中文会拿一个A,AE或者A2 结果我没有拿到A,我拿到3 我们那时候是叫B3吗?还是就是3? B3 B3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题目 我突然间心血来潮,自由发挥 有些题目是有些格式你要回答的 自由发挥 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所罗门劝他的儿子不要听从淫妇的话 因为淫妇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 是谈依毒药 先甜后苦 口蜜复健 笑里缠刀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淫妇口中的话呢 刚开始听过去是非常甜的 令你非常舒服的,但最终他就变成阴沉一样 带来苦,带来后果,带来不好的后果给你 所以这里是所罗门对他儿子的劝勉 然而在原文西伯来文里面呢 淫妇这个字呢,它其实是Zara Zara的意思呢 它的意思其实是外人,陌生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直接把真言整章的经文 就定格在 是讲到婚姻的关系 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 为什么呢?因为淫妇这个词呢 在原文西伯来文是Zara 而Zara真正的意思呢 其实是指陌生人 指外人 那为什么在这里会把它翻译成淫妇呢? 很简单 在婚姻里面的外人 陌生人就是淫妇 但是其实对女生很不公平 除了淫妇还有 小王 那是现代的词 小王小三是现代的词 好,这个词好过我要讲的那个词 我们一般用的词是 肩夫 淫妇 对吗? 所以这个Zara呢 不只单单是指女的 其实 也是指男的 但是因为这里呢 我们知道说 所罗门是对他儿子说嘛 所以这个翻译是没有错的 翻译成淫妇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要记住它在原文里面其实是Zara Zara的意思就是外人的意思 所以在婚姻里面的外人就是 金妇淫妇不好听 我就采纳你们现代人的词语 小王跟小三 OK 小王跟小三比较好听一点 所以呢 在婚姻里面的外人是指小王跟小三 所以这里的翻译成淫妇是没有错的 但是正正来讲Zara的意思就是陌生人 外人 所以呢 所罗门在这里对他的儿子说 不要去听从陌生人 外人的话 除了指淫妇之外呢 除了指小三小王之外呢 他这里的陌生人 跟外人呢 他也可以指是 不属于神的人 神家庭以外的人 神国度以外的人 如果你看的话呢 Zara这个词呢 它是单数 所谓的单数就是一个人 比如他 我是单数嘛 他们 我们是负数嘛 所以Zara是单数 然后呢 负数是什么呢 负数是Zarim Zarim这个词在哪里出现过呢 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 我再只是先让你们知道一下 就是在第十节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 这里的外人在原文就是Zarim Zarim就是Zara的负数 所以简单的来说呢 在这里呢 所罗门王除了在劝导他的儿子说 要小心淫妇之外呢 也告诉他要小心外人 所以这段经文呢 不是单单指指婚姻里面的 他更是告诉我们说 你要小心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你要小心那些不属于神的人 你要小心那些不属于神国度 神家庭的人 你要小心那些不前进的人 其实我比较喜欢用不敬全的人 但是我后来发现到 新的规范于此是不前进的人 所以前进的时候我们很难分辨 是前进呢 还是敬全的前进 所以你要小心那些不敬全的人 我还是用不敬全吧 我们比较熟悉的 你要小心那些不敬全的人 为什么所罗门会劝他的儿子说 要小心这些不敬全的人呢 要小心淫妇呢 不可以听从他们的话呢 因为第五节到第六节 我们来看 他的脚下入死地 他脚步踏住阴间 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 他的路变迁不定 自己还不知道 但你听从这些不属于神的人 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呢 他的结果就是 他们会带领我们进入不平坦的道路 而且还有比这个更糟的情况 就是带领我们进入死亡和阴间 不只是肉体的死亡 阴间是什么呢 阴间就死子 永远的死亡 虽然 所罗门会劝他的儿子 不要去听从这些外人的话 外人包括婚姻的外人 还有不属上帝的人 不要去听这些外人的话 不要去跟从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我们把自己的婚姻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生意 自己的经济 放在极大的危险当中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小心 特别是如果你要跟人家合作 做生意的时候 你要小心 如果你跟这些不敬全的人合作 不敬畏神的人合作的话呢 你是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当你跟不敬全的人连结的时候呢 不管这是指婚姻以外的人 或者是指上帝国度以外的人 不管是指婚姻上的连结 还是其他方面的连结 比如事工的连结 生意的连结 事业的连结 如果你跟不敬全的人一起合作的话呢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是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但是你要小心啊 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敬全的 不要以为是基督徒 你就可以完全犯行 你要有辨别的能力 求神跟你智慧去分辨 你要找的是那些真的敬畏神 敬全的人 跟他们一起合作 跟他们一起的服事 跟他们一起的奋斗 而不是去听从那些外人 那些不属于神的人 因为这样做会让你处在危险当中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 所罗门王继续对他的孩子们说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不可离去我口中的话 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 不可就近他的房门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呢 神要我们不断的继续听他的话 这里呢所罗门叫他的孩子们 要继续听他的话 同样的 今天神要我们不断继续听他的话 因为就当你不断继续听神的话 你的生命才会改变 你整天听的话是什么 你就相信什么 如果你整天听的话是 人家讲你很笨 你一定不会 你怎样都学不会 你就一定相信 我很笨 我怎样都不会 我怎样学都不会 如果你整天听到的 人家是跟你讲 你很帅 你很有气质 你很棒 你就会整天想自己是很棒的 你整天听什么 你就想的是什么 当然不要整天去听谎言 听谎言的话 你就活在自我的欺骗当中 人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 当你不知道你在谎言当中 你以为是真的 那是最大的谎言 所以你整天听的 如果是谎言 你就会相信是谎言 你整天听的是什么 你就会相信是什么 这就是大数据可怕的地方 好多年前我很单纯 我以为说这个世界 已经是资讯发达的世界 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是不会再被欺骗了 但是我低估了大数据的能力 大数据的能力就是可以照着你的喜爱 整天给你看你要看的东西 所以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有的人Facebook里面 整天都是买卖的东西 有的人Facebook里面整天都是政治的东西 有的人Facebook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但我写的一些帖子 如果是跟评论有关的 跟政治有关的 通常都很少人会来 但是如果是跟我生活有关的 通常都比较多人来 那不是我Facebook朋友的问题 那是Facebook已经算好了 我的朋友当中 多少人喜欢看顺政治的 他们就会看到 多少人喜欢看生活的 所以我要感谢神 因为我的朋友当中 比较多是关心我生活的 那是好事 多少人喜欢看生活的 就会出现在他们的那个Facebook窝里面 这已经是大数据了 所以在这种大数据之下呢 我们都很容易的被洗脑 所以我们听什么呢 我们就会相信什么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所罗门就劝他的孩子说 要继续持续的听他的话 今天也一样的 要持续的听上帝的话 这个时代呢 你既没有任何的借口 不持续听上帝的话了 我们的时代不同 我们的时代 你要找一个资料 你要去图书馆找 对吗 所以跟我一样 从小都在 四五这个地方长大的 我只有那几年去外面读书之外 其他的时间 大部分都在四五嘛 只有一个人举手 其他人是在告诉我 你比我年轻吗 两个人举手 OK 我们这里在四五长大的了 我相信你都跟我经历所经历过了 小时候你要找资料的时候 然后都要去图书馆订吗 但是很长的时候你去图书馆 你找得到你要的资料吗 没有 现在的小孩子找资料 还是要去图书馆 现在有什么东西 谷歌啊 然后有YouTube 有谷歌 几乎你要学什么都能够学到的 就好像我讲到我的派灯 就是透过网站学的 自学的都不用还钱的 你都可以学的 你几乎要学什么 你这样网站都学得到 所以这个时代呢 你再已经没有借口了 以前可能你要听上帝的话 除了自己读圣经之外呢 你每个星期来教会崇拜 你才能够听到上帝的话 现在呢 如果你有手机的话 你拿起来看你的YouTube 如果你的YouTube 大部分都是什么电影的解说 那就表示你常常看这个 如果你的YouTube里面 一直出现我的脸 那就表示你很常听我的道 如果你的YouTube 很常出现别的讲人的脸 就表示你很常听他们的道 所以我希望你的YouTube里面 比较多都是讲人的脸 不是那个电影解说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那个情况 这个时代的我们 已经是太方便到一个地步 所以我以前呢 还是要去把一些好的讲道 我们做成MP3 发给大家去听 现在基本上 这个都不用做了 你知道吗 只要你有YouTube 你开出去听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每天听神的道 所以你要继续不断听神的道 当然要听对的道 不要听错的道 听那些单单高举耶稣基督道道 单单宣讲耶稣基督恩典福音的道 你不断听这个道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了 但是呢 我希望我不要看到 如果真的有的话 当然你最好也跟我承认 我陪你一起走过这一个过程吧 我希望不要看到 有的人的YouTube的第一面 是关于到风水的 算命的 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 下一次崇拜前 大家进来之前 先看YouTube给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敢担保 下课进去可能没有这么多人来崇拜了 我希望不要低命 风水的 算命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整天看这个 你就会相信这个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外人 不属于神的 不要听他们的话 你的上帝 永远大过 所有的风水 因为这个世界的万物 都是他所创造的 对吗 你的上帝 永远大过 一切所谓的命 因为你的命也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听什么 你就信什么 如果你一直不断听上帝的话语 听耶稣基督的道 高举耶稣基督的道 听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 你的生命就蛮有盼望 你的生命就蛮有希望 你的生命就能够经历丰盛的祝福 你就可以对神大有信心 不是因为你多半 是因为神的话语不断地改变你 但是如果你整天听那些消极的东西 消极的话语 听那些三姑六婆 到处破坏人的话语 你的世界就是黑暗的了 如果你整天去看那些风水的东西 你的世界就活在恐惧当中了 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 你听什么就信什么 所以所罗门在这里就劝他的孩子们说 你要听的是他的话 所罗门是劝他的孩子们听他的话 这里神要对我们说 要听上帝的话 不要去就近那些不尽全的人 不要去接触那些风水的 通书啊 这些算命的 数字学啊 不要去接触这些 不要去接触那些 整天说消极的话 给你负面思想的 负面能量的人 整天说别人坏话的人啊 整天都怀疑别人是不好的啊 整天都觉得全世界人都是对他不好的 不要去接触这些人 你接触这些人的话呢 你自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不要去接触 第一个刚才讲到说 接触风水的通书的等等 都不要去接触这些 除非神呼召你做当以理了 又不一样 当以理呢 我们知道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比通国的术士还要聪明十倍 意思说他其实懂了这一切所有的东西 但他不相信 也不受影响 这是很难得的 你可以想象吗 当以理那个时代 他做官员 后来做宰相 每一次去朝廷的时候 一定要打扮得像那个祭司一样 这里画那个 画那个什么 我差点讲画黑眼圈 画那个什么眼影 然后帽子要戴一下衣服穿一下 就好像现在我们马来西亚 或者一些回教为官方宗教的国家 你做议员有时候要戴松果 对吗 很多基督徒很敏感 我真的很怀疑这些 有属灵洁癖的人 他们有没有好好读圣经 圣经里面你知道吗 约瑟跟当以理那个时代 他们上朝廷 穿伴的衣服 就像他们祭司的衣服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一样要戴松果什么 但是这个没有问题的 服装不能改变我们什么 要更严重的是什么 当以理呢 他的名字也被改 他跟他三个朋友 他的名字也被改 而且改的名字是 外巴人神明的名字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会受影响吗 不会 就像刚才 有个姐妹讲的 最重要是我们的 行 所以呢 除非你是被呼召 像当以理这样的 他们接触这些东西 也不受影响了 就好像 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我在中学的时候 已经看过风水的书 已经看过数字学的书 所以会有跟我讲 数字学的时候 我在想 这些东西 我二十多年前 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还能够拿来 忽悠人了 现在你这么容易 被忽悠吗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我必须讲 这个是例外 因为我很感谢神 那时候我不懂 为什么会有一种习惯 就是每一天晚上 一定读圣经的 我每一天一定读圣经的 所以就变成 可能神一直用 祂的话语来保护我 又让我有机会 接触这些不同的教导 所以今天我在台上 告诉你们的时候呢 其实我并不是乱乱讲的 我大概都有 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因为在中学的时候 都已经接触过 这方面的知识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小心 不要整天去借出 这些不对的思想 当你整天借出 这些不对的思想的时候 借出这些不尽钱的人的话呢 你就会受影响 现在开始要每一天 每一时每一刻 听上帝的话 听神的道 如果你觉得 每天听我的声音 会让你晚上睡不着 甚至发噩梦的话呢 YouTube里面还有很多 很好的讲员 你都可以去听他们的道 当然我在强调 一定要听那些 高举耶稣基督的道 一定要听那些 高举耶稣基督 恩典福音的道 不可以听错 听错你的信仰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所罗门就提醒 提醒他的孩子们 要继续听他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第九节第十节 告诉我们什么呢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 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 你劳碌得来的 归入外人的家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所罗门说 不要就近那些 不近钱的人 这里除了淫妇 也包括那些 外人 不近钱的人 不敬畏上帝的人 不属上帝的人 这里并不是说 你不可以 借出这些 不信神的人 不敬畏神的人 也不是说 你不会跟他们一起做工 可以的 这里讲的就近 是说你跟他们 有那种 很亲密的连结 就像我刚才讲的 在婚姻上 不可以跟外人连结 这是不对的 然后呢 就是婚姻外人 你们用的词比较好一点 小三跟小丸 不可以跟他们有连结 这是在婚姻上 然后在其他方面呢 不可以跟不近钱的人 有连结 打个比方 你跟不近钱的人 一起做工 可以 但你要跟他一起合作 做生意 你要小心 圣经讲不可以 圣经是讲不可以 但是你就好像 我提醒大家的 不要以为基督徒 就一定是近钱 有的基督徒 只是挂个名字 你知道吗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 你要找的是那些 敬畏神的人 那些近钱的人 那些有原则的人 有圣经 价值观的人 你才可以跟他们合作 才可以跟他们连结 要不然的话呢 你把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 这里的危险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九节跟第十节 就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跟这些 不近钱的人合作 跟这些不近钱的人连结的话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的尊龙会被他夺去 你的岁月浪费在他们身上 你的力量也浪费在他们的身上 你劳碌得来的也被他们抢夺 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做生意的 或者有听过人家讲 他们partner就是合伙做生意 最后出问题都是因为利益的问题 对吗 一方要吃掉另外一方的利益 对吗 所以那跟不近钱的合作 你就把自己放在这个危险当中 这些恶人会抢夺你劳碌的成果 还有属于你的荣誉 结果呢 你就白白浪费你的时间和岁月 跟这些人合作 也浪费你的精力 在这个合作的事项上 这是很可悲的你知道吗 所以圣经的警告通常是为我们好 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不听从真言这段话的话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 不听从真言的劝勉 硬硬硬着景象 硬硬要跟不近钱的人合作的话 跟不近钱的人连结的话呢 结果就是我们会活在懊悔当中 活在后悔当中 终日悲叹不已说 早知道 我喜欢晚上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但是我要的劝告是 如果你的情况就像我现在讲的 早知录是何必当初呢 快点悔改吧 回到上帝那里 还有机会的 放心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重新开始 神总是给你机会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 处在我现在所讲的情况 早知录此 何必当初 甚至被骗到 被抢夺到一无所有 失去一切 你还是可以来到神那里 因为你没有失去神 而且神也永远不会放弃 他一定帮助你 所以快点回到神那里去 所以继续我们来看 所罗门就继续嘱咐他的儿子 现在就谈到婚姻了 很确定是谈到婚姻了 所以上面的一大段 你也可以讲是婚姻 但是其实是超过婚姻 他也讲到我们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合作连结的话 你要避免跟那些不敬权 不敬畏神的人合作 跟他们严结 因为这会害到自己 你要听神的话 所以前面一大段 除了讲婚姻 也讲到一般的生活 然后现在这一段 就单单讲婚姻了 第15节到第20节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岂可战役在外 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 唯独归你一人不可 与外人同用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所取的妻 如同可爱的幽露 可喜的母露 用他的胸怀 使你时时知足 他的爱情 使你惨惨恋慕 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呢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在婚姻里面 我们要单单满足于我们的婚姻 不要在婚姻外面去寻找满足 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 单单满足你的婚姻 不要去婚姻外面寻找满足 不论哪一方面的慰藉也好啊 哪一方面的需要也好啊 不要去在婚姻外面去找满足 这是这段话的意思 是非常清楚的 也不用太过详细地进入每一节讲解 他的意思就是很清楚 单单在你的婚姻里面寻找满足 得着满足 不要去婚姻外面 小商或者小娃那里找到满足 因为那是错的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告诉大家 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应该是昨天下午吧 还是昨天晚上在上台讲到之前 摄理突然间提醒我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这段经文 其实有一点讽刺吗 你知道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呢 所罗门王 一个有七百个老婆 三百个妾的人 就是小老婆的人 一个在婚姻不忠的人 既然跟他的儿子说 要在婚姻里中心 你不觉得婚姿吗 所以你看到吗 当我读圣经 带着开放的心态 让圣灵引导的时候 总是会看到一些 我们一般上没有看到 因为我们很习惯地 把圣经人物神圣化 但其实他们跟你跟我一样 都是软弱的了 所以神就提醒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我的恩典 使用不完全的人 来教导我的话语 上帝说 如果你要等到一个完全的人 来写圣经的话 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圣灵所默示的 但是就算是圣灵所默示 也要有人写嘛 对吗 那种情况 有指头在墙壁上写的很少的啦 通常是要透过人手去写的 神就提醒我说 如果你要等到这些写作的人 完全的话呢 今天还不会有圣经 对吗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写作 但是重点就在这里 完全的神 使用不完全的人 却可以写出一个无物的圣经 你看到了吗 这是上帝厉害的地方 还记得耶稣说过什么吗 耶稣很强烈的责备法利赛人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耶稣从来没有骂过罪人 他只骂过文士跟法利赛人 为什么他没有骂罪人 只骂文士跟法利赛人呢 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会骂罪人 所以耶稣就骂他们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骂罪人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整天一直觉得 耶稣是那种很凶的 很喜欢骂人的 我就有可能问题出在你身上 因为你整天喜欢骂罪人 所以耶稣就骂你了 如果你看到 耶稣对罪人的爱的话呢 你就知道说 耶稣也是爱他们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就算耶稣很强烈的责备法利赛人 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知道吗 在马太福音第23章1到3节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 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看到了吗 耶稣讲就算这个人再怎么糟糕 只要他站在讲台上 他讲出的是神的话语 你还是要去听的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牧者跌倒 我们就很难接受 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说 神要让你看到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完美的人 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呢 你都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人 除了耶稣 我记得我的孩子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 就是在旧约的时期 上帝允许一个男的娶很多老婆吗 我说上帝不允许 但是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 赤裸裸地记载在圣经里面呢 整本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都是软弱的 但神的恩典领到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才会得救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牧者 一些神的仆人跌倒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 不应该是拿起石头丢他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 扶持他们 支持他们 给他们一个环境 一个爱的环境 让他们能够悔改 再次地站起来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的 包括所罗门 如果你觉得所罗门要很完全 才可以教他的孩子 要在婚姻上中心的话呢 那你只好把整本证言撕掉 你知道吗 如果你觉得大卫要很完全 我才能够读他的诗篇的话 那你就把大卫所写的诗篇 全部丢掉了 大卫也是一个很不完全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牧者很常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很喜欢在台上 把这些圣经的人物描述到 非常的完美 好像从来没有信心软弱过 从来没有犯错的 这是错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改变吗 出来都很讽刺你知道吗 我不是读神学的时候改变 我是读好神学 出来做传道的时候 有一天上帝问我说 你要不要很诚实地看圣经 我说好 从现在开始 我要很诚实地看圣经 就是那时候我才改变 我看到的不再像以前我看的 总是忽略这些圣经人物的错误 忽略他们的罪 忽略他们的软弱 整天看到的就是他们的 有多么的有信心 多么的爱神 多么的为神 你知道这个在认知学里面 叫做confirmation bias吗 确认偏差 那什么是确认偏差吗 这么多的资讯里面 我只损那些 可以符合我要求的 符合我期待的 这个资讯 那些不符合 违反我期待的 我全部当作没看到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我们很常的时候 我们这些牧者有时候 不小心在台上 一直把这些圣经人物 讲得多么的完美 因为我们不小心就 放入这个confirmation bias 确认偏差 我们很自然的 就把这些好的都看到 不好的就没有看到 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很赤裸裸地告诉我们 说每一个圣经的人物 这些属灵伟人 他们都是软弱的 他们都有软弱的地方 不同的字 每一次软弱跌倒 他们都悔改到 上帝的面前 让上帝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 在神那里有恩典 有怜悯 有扶持 有赦免 那个才是重点 你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冲凉的时候 就跟上帝讲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 一直拦阻我去服侍神的 我一直觉得 如果不够完全的话呢 我很有可能会不小心 让上帝的名收入 所以有一天就跟神说 为什么你不要让我完全 就是完全的圣洁 不再犯错 也不再犯罪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软弱 我这样服侍你 不是更好吗 就可以确保你的名 远远不会受到羞辱 你知道神怎么提醒我吗 神提醒我说 如果有一天 你是这么完全的话 从那天开始 你就会骄傲 不再依靠我了 看到了吗 神的恩典 在我们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这个很重要 而且很长的时候 上帝会用我们的软弱 去帮助别人 特别是当我们可以胜过 那个软弱的时候 但是我本身的经历 反而是 有时候 我的软弱 却还能够帮助别人 其中一个经历就是 像保罗一样 保罗说他有一根刺在身上 但是保罗指的是指 是指那个逼迫什么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还是有逼迫什么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经历就是 就好像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从小 懂事开始 应该四岁多五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我开始讲话有口词 然后呢 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呢 接下来 借着我就长大了 跳过中间了 长大了 结婚了 娶个一个可爱 漂亮 爱我的老婆 生孩子了 有三个孩子了 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发现到其中一个孩子 我不要告诉你是谁 在他开始学讲话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他开始有口词的证兆 因为我本身是口词的人 我知道这个证兆是口词 有可能口词 一说如果不帮助他的话呢 可能就会不小心变成 我这样的口词 但是我的情况跟他不一样 我那时候小时候 没有人帮助我 身旁的人总是讲说 你话不会好好讲啊 听你讲话很累耶 那你想好 我先再来跟我讲 你就觉得当你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口词会变好 还是更严重 更严重 所以因为我有这个软弱 我走过这个阶段 我知道怎样帮助一个 有可能不小心口词的人 有口词症兆的人 我就开始跟我的孩子说 慢慢讲 你先深呼吸 停下来 才讲 我可以等你 不用紧张 慢慢讲 慢慢讲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你知道现在吗 有时候我跟我太太 还要跟那个孩子说 过了过了 不要讲那么多话 过了过了 讲不停的 你知道吗 讲不停的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我的软弱 但是因为我的软弱 我能够帮助他 如果我是一个从小 就伶牙 历齿 讲话很厉害的人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口词的人 我会懂得帮助他 我可能是其中一个拿石头 丢他的人 懂吗 使他的情况更糟糕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信耶稣 不代表我们已经是完美的 我要跟 线上的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刚好不小心 开到这个频道 看到我的脸 帅不帅 你在下面写一下 你在那个 YouTube下面写一下 我讲Facebook下面写一下 你不小心开到这个频道 看到我的脸 我要告诉你 或许真的有一些基督徒 让你很受伤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们信耶稣 不代表我们都是完全的人 我们信耶稣 只是表明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 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同样的 你也有你软弱的地方 你也有你黑暗的一面 不敢让人家看到的 但是上帝 真的完全接纳你 耶稣他真的用意帮助你 他从来没有排斥你的 他永远爱你的 就算全世界人都不能接纳你 耶稣还是一样爱你 接纳你的 他的恩典 能够在你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的 信耶稣不代表 你就变成十全十美 信耶稣只是让我们看到说 虽然我们还有软弱 但神的恩典 总是在我们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 你需要耶稣基督 这就是最后一段 告诉我们的 21节到23节 因为人所行的道 都在耶和华眼前 他也修凭人一切的路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抓住 他必被自己的罪恶 如神朔缠绕 他因不受讯毁 就必死亡 又因愚昧过圣 必走插路 这里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 不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选择恶人的道路 最终是灭亡的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智慧 智慧就是耶稣基督 选择跟从耶稣基督 选择相信耶稣基督 听祂的话 你的人生就要有远远的祝福 将来有远远的生命 在世上会经历百倍的祝福 你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虽然相信耶稣基督 也不是你在做什么 但是我只能用这个词 你应该回应的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只有相信耶稣基督 你的人生才会改变 只有相信耶稣基督 你的人生才会找到盼望 只有相信耶稣基督 你将会看到神的恩典 怎么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祷告 一起来相信耶稣基督 现在就闭上眼睛 跟着我一句一句的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要来相信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一生跟随你 一生听从你 一生顺服你 阿们 让我们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 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大能 参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愿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体的主 每一天看过你和你的家人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上帝大能的手都与你们同在 保护你们 不遭遇任何的患难 不遭遇任何的艰辛 不遭遇任何致命的疾病和瘟疫 上帝要保护你和你的家人 处和路 都有神的平安同在 不论你们到什么地方 都要地满自由 上帝与你们同在 恩宠在你们身上 使你们在每一个人的眼前 都蒙恩宠 上帝要祝福你 手是我做的工 有百倍的收成 在今年 你要经历在神的同在里安息 你要经历加速的修复 加速的恢复 加速的祝福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